课的话我会把影片录下来 那上次礼拜二 大概就讲了这几个东西 所以你要自己做个评量 第一个 所以最好的方法 你就回去 自己不要看任何的参考资料 然后你就去想BMI怎么写 真的 你不要说 像有的人 就是边看边做边 但也是OK的 只是说不如什么 如果你这都熟悉的话 你就是自己打开一个文章 然后去把程式从头到尾把它写出来 如果你这种训练可以做得到 而且都做正确的话 那以后写程式 应该会慢慢变成是 你的 什么一向很有力的力气了 因为你很快想要做什么 把程式写出来 那事情就搞定了 OK 所以特别重要 第一个BMI 上礼拜 我们要做出来是BMI帽号 那个渠道小店第二位 换航 那个什么 频宇 频宇是什么 那如果你当然如果不太知道的话 你可以先Google一下 BMI这个关键字 BMI 反正我们就是要把BMI 第一个结果这个 这个里面 它要做的就是这个标准 那假设它只要输入一个身高 输入一个体重 除了秀出BMI之外 还要把它的频语给带出来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的 那那个证照考试呢 里面也有考到类似像这样一题 也是考你类似的题目 OK 第二个是说呢 不过那个证照考试是回圈 它就是要让你多输入几个人的资料 比如说第一个人身高体重 第二个人身高体重 第三个人身高体重 然后最后每一个的资料 都要把它秀出来 那未来当然会有一种情形模拟 比如说一个学校 或者公司 他想知道说这个学校 这个公司 所有的人的BMI 是不是都是在正常的范围之内 那怎么办 第一个 你必须要收集全学校 假设学校 全部学校的身高体重 可能还要收集他的名字吧 一些个资 当然个资最重要是他的学号 学号其实就够了 学号姓名 这两个栏位 有没有 然后身高体重 那如果你收集到了 通常会放哪里 放资料库嘛 对不对 OK 有没有 或者放Eshare也可以吧 然后呢 再来做什么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 资料库里面的这个表 这个资料表 读到PICE里面 OK 然后做什么呢 PICE的去把它分别完成 然后最后的话呢 会有个结果 出出一个结果的报表 然后把这个表怎么样 做出一个图 诶 那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很常应用的 那如果你那个表跟图都做出来的话 那我可以马上去看表啦 一般老板最喜欢 或者一般的主板最喜欢看 你看表 原来我们这个学校 大概那个正常值大概占百多少 然后呢 偏胖的有多少 很胖的有多少 哇 你看马上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那这样的话呢 就没有什么好说的 一看就啊 我们这学校的学生真的要减肥了 但如果你有说啊 我们看起来好像哦 每个人都有点胖胖的 这种感觉好像的哦 这种叙述啊 说真的完全没办法说服别人 所以现在最重要还是要怎么样 把那个什么 把实际上的data 真的转换成视觉化的结果 你再去秀 跟人家讲 人家就哦 对对对 你这说的非常有道理 所以哦 为什么要学这些东西啦 当然我刚刚讲的 这个流连串的动作 其实用Power BI 其实也做得出来 OK Power BI 可以不用写程式啦 但是各有各的强项 OK 那这个后面的话我们还会提到 所以我们今天应该会讲到资料库的部分 也就是说你们将来大部分资料 还是第一个要想做 我怎么把资料放到资料库里面去 那当然你会有签到几个问题 第一个你要如何建资料库 第二个如何建资料表 第三个里面有哪些栏位 像我刚刚讲的 学号姓名 然后身高体重 对不对 那建好之后如何再把收集到的资料 如何收集资料 对不对 最好给它填资料的地方 最好QR Code 比如来说QR Code少一下 你自己填一下这资料 然后自动就帮我放到云端上 然后我再从云端上面把资料捞下来 然后做后面的东西 这样不是很流畅吗 所以你要去思考整个步骤怎么样做最简便 这样很快就可以结果了 假设你在学校好了 可能校长说这事情交给你 你去办 那你要想怎么办最简单 你总不要说每个班级就发给导师一个资本 老师你帮我去给学生 或者是请导师去帮忙用纸本的方式去全部填写 那问题上填完之后回来你还是非得要再K一遍 多麻烦啊 所以最好怎么样 通通都请他全部填完 资料就搂过来就好了 那不是比较简单 只是说我发现 很多时候你可能缺乏像云端的应用 那这一块你就没办法 所以有些时候技术 是互相互相都有关联性 不是说你今天学了Python 你就全部都会了 OK 大概是这样跟各位说明一下 好 那今天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再来看这个后面的部分 那请各位就是说 把那个我们刚刚讲到的部分 第三个单元 那上个礼拜最后有讲到这个三角形 所以有没有 本来是做支角三角形 然后支角三角形 有一个Judget码表 就是它只有四行程式 里面最简单是用format 所以如果你已经忘了差不多 可能还是要练习一下 那我觉得这个Judget码表 因为它有两层的回圈 那两层回圈很重要 因为以后会处理那个二维的 所谓的二维就是有列有蓝 大概就像Excel这样的一个表 你才有办法处理二维的相关资料来源 所以为什么要学习就是 主要就是说你要有二维的处理的概念 你才有办法去快速处理一个表格资料 不然的话如果你这不熟的话 以后一个表格进来给你 你也不知道怎么处理的 然后一个回圈还可以生的 两个回圈你就头痛了 所以特别主要两个回圈 为什么要特别讲 因为很重要 不然干嘛学 他讲说老师有没有可能有三个回圈的 有啊怎么会没有 外面再一个回圈啊 只是说一般人比较少这样写 那两个回圈应该已经慢慢变成 是一般人的城市的极限了 对啊 所以如果你外面还要再包个三个回 加一个回圈的话 可能就是再把两个回圈 这不会写成一个方圈 然后以后的话我们再去呼叫那个方圈 这样的话可能会稍微比较不容易出错 可能这样的写法 好那再来就是说呢 有关什么呢 VBA到Python的差异 这也蛮重要 也就是以后你再选择工具啊 你不见得只能够用Python 为什么 因为Python虽然我已经给各位懒人包 还不算麻烦 但是呢如果你跟什么呢 跟这个VBA比较起来的话 当然一般习惯啊 而且有些电脑不见得会有Eclipse 所以有时候 但一定会有什么 一定会有那个Microsoft 那个在哪里 Microsoft Office 这里有没有 一定会有这东西啊 一定会有Excel 也就是啊 电脑里面哦 可以没有Eclipse 但是不能没有Office 有没有 所以有些人哦 只要电脑打开 其他怎么没有安装Office 他就觉得这是一台电脑吗 它能用吗 对不对 对不对 那所以呢第一个他一定会有这东西 所以其实理论上我们已经被微软给绑架了啦 因为即便现在有免费的OpenOffice啊 LibraOffice一堆Office是免费的 但问题哦 你即便免费给你用 你用不习惯 你还是觉得还是要用这个Excel 对哦 可是问题怎么说呢 但每年你都要缴很多费用给微软啊 像光那个一个 这个宜兰县政府他还想说啊 他每年花十几亿 是不是十几亿 反正花很大一笔钱啊 授权费用给微软 他还想说这笔钱如果省下来可以做很多建设 对不对 可是后来他们去做了 用不要LibraOffice 最后的结论呢 还是再去买Office 对 那为什么会这样啊 其实就是习惯问题 这好像没办法改 OK哦 所以没办法 那第二个 打开之后的话 一定会有这个开发人员 所以如果你要写VBA的话 只要什么 点选这个开发人员 有没有 那如果你要写一点程式呢 你就按右键 这边就有个插入模组 那就有module了 你就会开始写程式了 所以基本上便利性来说 当然VBA是比较方便很多的啦 这无庸置疑的 而且每一台电脑几乎都有 这个也是无庸置疑的 所以你要去考虑啦 有时候像我习惯 如果有些电脑上没有工具 只有VBA 只有Excel 那怎么办 就干脆在VBA写点东西就好了 你就不用 而且有些电脑 它的权限有很多控管 像金融单位 哇 那个权限控管非常非常严格 你要做任何安装软体的动作 一定要上签 然后上签呢 可能还要跑好久 跑个一个月两个月之后 但回来告诉你说 不行 我朋友也是在 他之前不是在金融业 他在别的单 他觉得很方便啊 装什么就自己装就好了 但在金融业 哪怕你的值级已经够高了 但是还是要上签 但是他的上面老板大部分都很保守的 OK 通常是不要 你不要这样做 这样做到都会有资安的问题 对不对 但是至少会有OBIS 至少会有VBA 所以VBA这个东西 除非说哪一天 这个金融机构也不装Excel的话 那这个当然慢慢他会 就是退掉了 他的那个流行 但如果不是的话 我想这个东西还是会短暂 还是会不断再继续用下去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学Python 那你必须要什么 把一些东西放在你用的那一台电脑里面 但是IT人员或MIS人员都跟你讲 你不要这样做 这样做会有问题 对 那你怎么办 你觉得当然一定会 没办 没办法 那可是你想要用 那就不行 不行怎么办 那你只好就是用别的方法 这时候你至少 如果你又会用VBA的话 还是可以写一点东西 所以我上礼拜 上一次上课 有他会提一下 有关VBA跟Python的差异 包含就是FOR回圈 跟逻辑判断的差异点 那如果你两者会转换的话 管他什么 反正我开 我只要有环境 我可以写程式就好了 我只是转变一下而已 OK 就像我们一样 我们其实说 我这什么课都教了 什么语言也都教啊 那如果说每个我都一直限制自己只能用哪一个语言的话 那我课都不用教了 对不对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后面的话还是输出的三角形 影片部分在这边 回去大概写一些细节 假如不是那么清楚的话 再稍微看一下 OK 大概是这样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 再来的话我们就是要第三个单元 等压三角形这边 再来的话 回圈里面除了用FOR回圈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所谓的换回圈 那换回圈跟FOR回圈有什么差异 其实最大的差异我之前有特别强调 FOR回圈是有个范围 比如说1到99 那我知道用FOR回圈比较适合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 假如说用化为圈能不能做出来 用化为圈比较强调是后面的那个逻辑 如果当化为后面的那个逻辑判断为true的时候 它就做 如果为false的话呢 那就不做 可是问题 如果今天我希望怎么样 所以待会请各位 第一个 假如我希望把加总1到99 这个模组 你把它打开 但是我们有把它改写了 激素偶数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这个模组把它复制好 因为我想要把它做个坏的版本 如果你有不同版本 你可以把这个模组按右键复制 然后再按右键把它贴上 贴上之后呢 你可以做出另外一个版本 比如说我可以加总1到99 你可以加个底线好了 我们要练习的话 也许就是画有版本 画有的版本 OK 然后你按个确定 这边再把它打开 然后它会有一模一样的一个模组 你可以在这边稍微做练习 那里面的话呢 大概跟各位讲 画回圈呢 基本上会有三个地方 跟这个for回圈不太一样的 第一个的话 就是什么呀 画回圈它没有初始值 那个i的值没有初始 第二个的话呢 就后面这个逻辑判断 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没有步进 没有那个step 变成你要怎么把它自己加 所以会有三个地方不一样 那请各位先把这个环境打开 待会我们再来看那个 画有维圈 这个使用方式